一直一个月后才被发现了尸体 谁是凶手 头面部 软组织基本上都已经腐败没有了 然后大量的驱从侵蚀 一串失踪的项链 追寻事实的真相 查找到了一条 有没有案件 叫我稳和得得上一样 一段无法自主的人生 谁来左右 我这个不知道哪天是 过了三天 夜线即将揭开废弃小屋命案背后的故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件 发生在江苏省丽阳市上兴镇 事很简单 但又很奇怪 是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身材矮小 身体瘦弱 非常胆小怕事的人 杀死了一个 一贯打架斗殴 身强力壮 人人都怕得混混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事件 2015年3月26日上午11点 在江苏省丽阳市上兴镇森坟山林场的一个废弃猪舍内 惊现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 死者的衣着 穿的大多数都是运动系列的 而且也都是比较时尚的 我们考虑很可能是一个年轻人 男性 我们判断 大概死亡在一个月以上 尸体面无全非 无法辨认生前面貌特征 经过仔细勘察 警方还是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我们隐约可以看见 在额部的这个位置 是有点出血情况的 因为他头皮的颜色是挺暗红色 跟普通的腐败那种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们高度怀疑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有个外伤的行为 尸体所在的位置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现场也没有发现更多的破案线索 为了证实死者的死因 警方随即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 发现他的头部颅内出血比较严重 额骨颅底都可以降到骨折 发现了他的胃组织和食管组织 里面有腐蓝分成分 这是一种杀虫剂 一般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在死亡之后 或者是临近死亡的状态进入体内 有可能是其他人灌入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自己痕痒 但是这种比较少见 案发现场周边是一片林场 荒芜人烟 这个早已废弃的诸舍周边杂草丛生 有很多散碎的砖块 但并没有发现新鲜的打斗痕迹和转移尸体时 在地上形成的拖痕 死者的死因越发扑朔迷离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为了赶紧破案 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周围的村庄 开展调查走访 走到一个叫刘嘉宾的村 走访到一个人 说一个姓汤的叫汤某 原来因为寻寻知识 被我们工具官处理过 我们的DNA库里有他的那个DNA样板 数据 后来彼得确定了涉害人的身份 汤某26岁 江苏省丽阳市上兴镇人 2015年2月4日失踪 汤某失踪后两天 他的妻子曾到附近的上配派出所报案 那时候我真的熟了 我就蹲在我家阳台上 我起都起不了 他把孙子一带着 你说我哥还有啥指望 就真的没指望了 这个叫我的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子了 为了寻找汤某的死因 警方对汤某的社会关系进行走访调查 他没有固定的职业 他的日常生活主要 主要的收入就是来源于一些赌档 在赌档上混一点 睡前啊 中毕业人们就跟在社会上 就一开始打架 然后他老爸爸因为他老打架嘛 就是说不放心 然后就把他送到那个寿林寺 就会两三年五十五十五十 在他的身边 他的周围有一群朋友 跟他一样 都是混社会的小伙子 他们一群人经常拒绝在一起 寻寻姿势 打架 警方在调查中得知 死者汤某出门前身上携带皮夹 手机 还有一根基因项链 而这些物品在案发现场都没有找到 最后我们在一个另一样的 我们那个在新台珠宝的珠宝店里 查找到了一条 原谋案件 叫我吻合的一条项链 后来我们就清楚他 查看他登记台上 当时就发现曾某 被警方锁定的嫌疑人曾某和死者汤某 同在一个镇上 两人从小就认识 曾某真的会是杀害汤某的凶手吗 我们在一起娃娃什么东西 基本上都是人家欺负他 他不会欺负人家去 他这样子杀掉谁 2015年3月28日中午 立阳市公安局民警 在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将正在误攻的嫌疑人曾某抓获 我怎么想到是曾经王杀的 他等整个都九亿人 人家都在那一百四十亿人 看不透啊 这个是我不能 经过突圣 嫌疑人曾某交代了整个作案的过程 曾某和汤某从小就认识 就在案发的前一天 他们还在一起钓鱼 然后汤某打电话 问我在哪里 我都在曾经王家里钓鱼 然后汤某他也来钓鱼 然后我又把那个汤某把借过来的 他这个人其实喜欢玩 他不喜欢有人玩 他不喜欢一个人在待着 他正好来到医院没办法呀 我不可能说 单独就是说 我不跟你玩 你走开的 你是什么人 我不可能这样说 就是在撞着想 那你也很正常 既然两人认识 那曾某为什么要杀死汤某 案发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据嫌疑人曾某交代 2015年2月4日 农历拉月16 曾某和汤某二人 在离家不远的森分山林场 一个废弃的诸舍见面 当下午两人再见面以后 汤某就向曾某借钱 因为两个人很久之前就约好 而且曾某已经答应 借给汤某两万块钱 这次见面以后 汤某就是向曾某来要钱的 他说他跟他老婆说 今天出来借钱了 一定要拿到钱 曾某说 这次已经是汤某第三次 向自己借钱了 2013年的一天 曾某在去上班的路上 碰巧撞见汤某 那是汤某第一次向曾某借钱 借钱就不还我一双 有时候下次不要问我借了 就算了五百块钱 几百块钱嘛 他这个人就一个小老大师 他在我们看家 大家都是 一般小孩们喜欢这把老大 他能打一个人混在那种 我一想躲着他 我也没办法 他躲不开他 要不去趁下碰到 要么打电话 他们打电话找曾某 说孟某 我要找你电视你过来一下 然后曾某去打电话以后 他也会立马赶去 我也不怕他嘛 我也怕他三万两次 跟我一起闹 如果你跟他纠缠不亲 什么关系 什么朋友 我也不想跟他那种 第一次就五百块钱不还 第二次八百块钱 他说一起还给我 两次借钱都没有还 这一次很可能又会借了不还 但是两万元 对于曾某来说 不是一个小数目 问我有钱吗 我说我现在三百块钱 以后我就给你两百 他说你答应寄我的钱 我说我答应寄你的钱 那月的时候 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 他就 当时他就活了 据曾某交代 汤某当时就抓住曾某的衣领 将他顶在墙上 并对他恶语相向 他就说把我搞死了 让我水上不怕 我心里也有点怕 如果说把我搞死了 你没什么大名 搞死了就搞死了 然后我怕搞我家人 万一我没把我搞死了 搞我家人怎么办 如果两人发生冲突 吃亏的一定是曾某 于是曾某好言相劝 并答应帮助汤某借钱 汤某这才松了手 汤某就提出来 你怎么也得帮我借五六千块钱 然后曾某就答应他 我来帮你借钱 你别打我 你把我放下来 眼下政治年关 曾某去哪儿 弄那么多钱来 根据我们了解他家庭情况 他自己是没有钱的 如果要借钱的话 也只能问他家里有人借 据曾某交代 汤某让自己赶紧帮他 想办法借钱 汤某坐在废弃猪舍的屋内 曾某则在旁边打电话 四处借钱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猪舱旁边 拿着刀 他有个刀有这么长 我就跟他妈 他在那儿需要那个数字 他如果这次不借 下午可能还要问他借 这次抓妇女 可能下一次就会打他 或者怎么样 语言上的危险 然后我一时心里心慌的要死 我也怕 我怕他真的要找我麻烦 趁着汤某不注意的时候 曾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后面摸了一个那个棍子 用那个敲了一下 我想把他打昏了 就是这连续两棍子 敲中了汤某的要害 身体强健的汤某 晕倒在地 原本曾某只是想摆脱汤某的威胁 但又害怕 醒后的汤某 对自己纠缠不休 于是他心生煞意 当时我也开发 我这样把他敲晕过去 以后他醒过来 还是要找我 他一直会找我的麻烦 跟随地把他弄死算 这是他自己教的当时心里的想法 然后我就把他拉到那个院墙 院子里面去了 他就随手捡了一块砖头 拿在手上 对着汤某的额头部位 连续敲了两下 此时夜幕降临 周边一片寂静 曾某匆忙离开了案发现场 回家我想想 看不对 万一他没死 怎么办 他越想越不确定 心里就开始有点紧张 然后再回想一下 扑某手上那些手机 万一他没死 然后用这个手机 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怎么办 他怕这个事情会败入 害怕至极的曾某 拿起院中的农药出门了 他又返回了案发现场 我本来弄的姿势还没动 我把农药倒在他嘴里 你把他打死了 你只要把他嘴里灌药 你现在是什么性格 他离开的时候 把那个手机的电板卸了下 回到家中 把皮包还有手机 都扔在了家里 烧放在那个草堂里 把烧掉项链 两天以后被他点当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我们今天再聊一起 弱者杀死强者的奇特案件 到场嘉宾 媒体人黄飞绝博士 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看来这个汤某呢 就是乡村的一个混混 然后让自己身强力壮 可以打架斗殴 就欺负人 欺负这个身体瘦弱的这个曾某 就跟小孩截到老截钱一样 他老截人家的钱 开始几百块钱人就忍了 后来截到几万块钱人就不干了 然后就使了阴招把他弄死了 就是这么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在人群中 你经常会发现那样的组合 就是往往一个人群里边 会有一个比较厉害 而且这些人也挺不讲理 和不要脸得住 他会找一个牺牲品 他总是很奇怪的 能找到一个特别倒霉的人 然后他专门欺负那个人 所以我想问问毕老师 就是他俩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是一个怎样的模式 我们即使是我们身体瘦弱 我们胆小怕事 我们不想惹是非 我们怎么能避免成为这样的关系组合里边的牺牲品 对 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 就是我们不想惹麻烦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 其实成年人这种欺负人的这种事情 他和小孩子那些欺负人 他还是有些区别的 比如学校里面发生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们 他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 首先你跟这样的人 不要像受害 就是施暴的最终杀人的这个人 他自己说过的 我是要跟他扯上一个关系的 然后是朋友什么 他自己又说不清楚 如果你对那个人 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 你有需求 然后让人家就觉得 你还可以占点小便宜 那个人要是出手了 他假设又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这个后患就来了 就是你又怕他 然后你又黏糊人家 你又黏糊人家 想在跟人家的交往里 占点便宜 选得我认识大哥 对 然后你就自己 见不啰嗦送上门去 然后人家欺负你 你又不敢反抗 所以其实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跟这个人的交往成本过高 你根本无法承担 最开始你就不要惹上这样的麻烦 而且如果真的被欺负了 你如果态度非常坚决 你该求助求助 该解决解决 他也不会一味的这样纠缠下去 黄老师怎么看 对 我接这个黄老师刚才说的求助两个字 实际上本案当中的一些现场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把致被害人与死地用了三种方式 第一次是用棍子把他结婚 第二次是用砖 把他拍脑门 第三次回去再拿农药来 究竟是哪一次致被害人死亡 现在片子里面没有说清楚 但是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到备用 就是被害人本来是向他勒索钱财 这个性质是肯定不会错的 而且手执凶器 也就是说换言之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犯罪嫌疑人首先自己的生命收到了威胁 在这个情况下 他第一个两个棍子上去 是具有一定的防卫的性质在里边 因为摆脱这样的一种困境 问题在于 你两个棍子要去把他打婚了 你应该立刻报警 说他勒索我钱财 我现在两棍子把他打婚了 他手里有凶器 我没办法 这个有可能 最后再处理这个事件的性质 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性质 而他由于是一个法盲 在这个法律上面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直接就把你就彻底消灭 然后就后面两次加害 变成了故意杀人 那么从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也看出呢 实际上像那个被害人呢 这种人啊 我们以前古时候叫泼皮啊 农村里面非常多 水浒庄里面有个牛腕 躺在这个杨志面前什么 非要让他说话下自如之类的 然后就被杨志一刀砍了 杨志又被关进去了 大致如此 这种人在农村里面 实际上对整个一个社会的安定秩序啊 伤害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这种人有关部门是应该把它处理好的 而本案当中他既成为自己这种恶行的这个牺牲品 另外一方面 他对犯罪嫌疑人的加害也是显而易见 这个说到在关系当中 毕老师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那么强又不想惹麻烦 我碰到一个其实我挺怕的主 第一近而远之 我不跟你扯任何关系 我也不占你们那个群体的评议 第二 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欺负我 我从一开始就应该表达出来 你不可以欺负我的态度 态度非常明确 哪怕在这个过程中 我可能会吃一点亏 但是态度要非常坚决 你不可以又想占便宜 又一味的软弱 然后又往上凑 又怕人家 又忍着 又忍不住 然后有一天爆发出那么恶性的事件来 这是关系的处理 那么说到这两个人的个案 乡村混混 对乡村生活的那种危害 和这个曾某杀人的时候的那种奇特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一般人说 比如我把他打昏了 他不动了 然后通常人的感觉是说 哎呀别给打死了 一看好孩有气没死 松了一口气 他说我回去想了想 万一他没死怎么办 我再去给他弄死 就是他刚好下转 我再去给他弄死 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怕他没死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不仅仅是恐惧 这个他心里到底藏着多大的愤怒和情绪 曾某和汤某是两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他们两个凑一块会干出今天这样的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今年35岁的曾某 出生在江苏省丽阳市上兴镇 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母在家务农 比曾某小四岁的弟弟 常年在外做生意 曾某有着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成长经历 这让他并不轻松 心疼心的心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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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 家里很穷的 他兑的钱还不给他看看了 以前小个师傅就给他丢了过一样去的 他奶奶不肯 他也是一条命很可怜 年不过家里没的钱 有什么办法呢 曾某从小身体瘦弱 和同龄的朋友一起玩耍时 总打不过别人受到欺负 曾某九岁那年 因为发病 他不得不辍学回家 因为孩子有病 随时可能没命 曾某的父母就一直让他在家闲着 直到曾某十四岁那年 他拜师学起了修学技术 这个活轻松 又不耗费太多体力 然而曾某对于这份活路并不乐意 休闲干了两年 他就不干了 放弃了休闲的手艺 在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活 经济上有父母和弟弟寄予支持 生活也能维持下去 可是曾某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父母的苦口婆心并没有启效 曾某还是决定外出打工 他第一次感受到没有人管束的轻松 曾某十七岁那年 将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友带回了家 这一下曾某和家里人的矛盾再次爆发 曾某的病在受到刺激 或者兴奋的状态下容易发作 亲的时候就是胸闷 呼吸困难 严重的情况下容易晕倒 曾某的母亲担心儿子的身体 也不像她在这么小的年龄谈恋爱 为此曾某还和父母发生过争执 曾某的女友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曾某在家庭重压下找来女友的父母 将女友接回了家 因为我没有我妈呀 我在家里喝了一瓶炒干能 因为我太对不起了 如果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被我又招她了 还了孕炎 让我自己到她家去找她 把她带过来 把她离回家 自己后悔了 我不应该这样做 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曾某 之后在燕台大公认识了第二个女朋友 可当她把女友带回家时 却再次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到那天你就吹起来好好的说嘛 你又把她说了 骂了 说什么蓝天话 说人家也受不了了 再说我也不在家 平日里曾某的母亲对女友总有些不满意 一年后 曾某的第二任女友突然离开了 在外务工的曾某觉得 女友的离开可能是因为她在村子里 听到了自己有心脏病的事情 我估计我的推测 就是她知道了我的事情 才可以走 她走了 我当时我在电梯上 我在修一个开关 没走好一脚 从六楼掉到地下室 把肚子上刷了一个话语这么长 那是把支架都没伤 后来我想想发誓 我也在不谈这种女孩 因为自己有病 无法成家 眼看着给弟弟结婚用的新房 马上就装修好了 曾某心里很不适滋味 一天 曾某和堂哥在家里玩得很晚 就在新房里睡下了 当我爸喝了酒 我妈也回来说 他把我拉起来 我不小心关事 一下他退掉 是这样的 他和我妈 扫我两个嘴巴子 扫我两个嘴巴子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我的爸爸 你这样 打父亲家的弟弟 打他这个脸 打他这甩你两巴掌 谁要婚家 不要婚 对面他都婚 你要等小房子 等小房子 我们就把他分到小房子 这里去 随时可能要自己命的病 家里压抑的气氛 让曾某感到绝望 我这个 哪天死哪天 活嘛 过天算天 或许是为了麻醉自己 或许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自卑 或许是为了挥霍未知的人生 曾某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和家里完全不同的一面 甘肃啊 西安啊 深圳啊 内蒙古啊 我都去过 他虽然家里条件不好 他自己也没有钱 但是他 他自己的吃 穿 都非常的要好 比如说 他一顿早饭 牛奶 水果 什么都必不可少 穿衣服 都要明白 工资收入不多的话 一两千块钱一月 他基本上是 每次都 每个月的时候 花光 从来没有一份钱 贴给过家里过 当然家里不要他的钱 是吧 他宁愿当时的江西他弟弟的工地上打工 他会花几千块钱买一瓶红酒 或者花几千块钱买一只熊掌 甚至花几千块钱 请他们的工友到KTV去唱会歌 这样都可能的 2014年 曾某回到江苏丽阳的一家塑料公司上班 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的工资 但是他却是公司的名人 他经常给人家帮忙 人家 对他印象还挺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 催年爱春年 但是比较搞笑 就是比较喜欢收校 还喜欢模仿别人 比如说 就电视里面讲话 他喜欢模仿别人 模仿挺像的 他经常跟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 我以前在外面 跟他说 跟他什么弟弟 做什么工程 一年做几百万的 他说你一年做几百万 你跑到厂里来干嘛 还说 他来这个厂与厂班是为了体验生活的 还说是自己呢 皇上那边有两套房子的 还说家里有什么 反正我一次没见过 回到立阳的曾某和汤某认识后 也曾经试图获得这群人的认同 但他总是被排斥了一个 2015年2月4日那天 第三次借钱的汤某和曾某 约好在森芬山林场的废弃猪舍见面 也许连曾某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会将汤某杀害 三人动机的话 临时起立的话 因为我觉得曾某这个人的性格 曾某这个人的性格 他应该从小患有心情 心情疾病 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话说 我也不知道活了今天有没有明天 所以他事情做事情 有点不计后果 觉得反正我是一要死人 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说到杀人者曾某 我们的感觉是 是个可怜的人 但是同时又是个挺可怕的 挺阴损一人 所以我们来分析分析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成了这个样子 咱们捋一下他的一生 你看他自己 妈妈大的方方的就说了 生下来这个孩子有病 我们是要把他给扔掉的 他奶奶就不让扔 先天疾病 然后又遭到家人的一切 然后这个和后边的最终分家 分了一个小房子 然后好像跟家人再没来往的 这种感觉 始终都是会觉得自己 从根上就被窥着 然后会指天恨地 会对周围的人很不友好 或者怀有恨意 那好不容易上学了 直接在学校一犯病 让人学校给退回来了 说这样的我们不敢着 得 没上过学 这个也是他会 比如他觉得被 依然是被遗弃的感觉 被边缘化 而且会觉得恨不公平 谁都对他不好 一个人一生中 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 心里头没有一个 能靠得住的人是很可怕的 就是连爹妈都想给自己扔了 都靠不住 其实爹妈后来一直养着他 对他挺好的 但是不行 我觉得那种恨意 那种被人歧视的恨意 始终是都在的 他会觉得就是 他的任何的一个环节 都遭到人家的抛弃 比如包括他 家人对他非常控制 然后不允许他有爱情的这件事 我相信就会让他的恨意 非常的炙热的这样烧起来 后来学会了一门手艺 修鞋 而且修得还挺好 好多人都跑来找他修 挺好的对营生 把这孩子死也不干 把修鞋的工具 不仅仅是不干的问题 把修鞋的工具 能砸的都砸 能卖的都卖 坚决不干了说我丢不起那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和后来他比如他的朋友 对他的描述就是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比如假冒自己 极度爱吹牛 我在这工作只是微服私房 我们家有的事情 然后会编很多非常离谱的内容 就人家直接就一笑就不相信的这种东西 就这个都是能感觉到是很自卑的这种表现 但是你看他的自卑吧 其实他又是很自我很自大的 他一点都不亏他自己 比如就这典型的刚才举那例子 关于吃早饭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吃水果 穿衣服得是名牌 虽然他完全不亏他自己 我可以不工作 我可以不挣钱 但是我绝对不只能在生活上不吃任何亏 所以实际上就是你联想到 就是比如一点小事跟他家人闹了别扭了以后 他就坚决要求分家的这些事情 你也知道就是他过往的 所有他觉得亏的这些部分 所以他觉得自卑的这些部分 其实有一些已经转化了 就转化为 比如把责任完全推到别人的身上 然后把自己的不幸 完全的都指天恨地的赖到老天爷的身上 然后最终就是我觉得我是最亏的 我要什么我就得得到什么 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有两件特严重的事 两次教女友被家人强行拆散 把女孩赶走 以至于她都想自杀 告诉她 因为你身体有病 你要跟女子在一起 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身体 你要想健健康康好好活着 一辈子不许沾女的 不许谈恋爱 这对这个男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后来他不也说吗 就是这东西我不沾了 然后我觉得他最终也认 就是认命了 就是我呢 其实是就是有一天活一天的 但是就是对于有一天活一天的这种感觉 有很多比如得绝症的人 他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有人他转化为什么 他转化为比如他更珍惜眼前的东西 但是他呢 听上去就是他想跟所有的人拼了 你们谁也别拦我的路 否则的话 就像这个人这样 我可以静悄悄的杀你一次两次三次 就变成了特别深的一股恨意 心里攒了好多好多的恨 是 包括那个我必须喝牛奶吃水果 其实我会看到很多这种有病的孩子 因为他不怎么能工作 不能给家里做事 尤其是男性在成年之后 他是不高兴 但是他会对家人对父母有很深的歉意 觉得我拖累他们了 但是这个小伙子正相反 他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就是我吃你的喝你的 我要穿最好的 我都是应该的 你们全都对不起我 是 黄老师怎么看 实际上本案的嫌疑人 他是一个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 如果所谓的弱势群体 就是他的这个显性部分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工作能力比较低下 智商比较低下 这个人他工作能力不差的 因为他会休息 智商非常高 后来学了修电梯 对啊 他看别人看的东西一天可以拿一百多块钱 他不是说他不喜欢女人 他不但喜欢女人 在他的话里面 自理行间 我们可以说 他是有生育能力的 在这样的一个人 你禁止他去接近女人 对他的身心伤害是非常大 然后他自己的 为了自己的尊严 他放弃了自己的一个手艺 他见多是我跑了好多地方 见过这个荣华富贵 所以他自己也想要荣华富贵 好 现实生活的这种低落 和他心气的这种高傲 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所以他的人生是完全走向一个畸形了 这个呢 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那个阿Q正传里面 而且阿Q 阿Q也是对不对 整天说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到处吹牛啊 又想玩爱情啊 喜欢小尼姑和吴妈啊 但是呢实际上内心的又是一种很奇怪的自卑 比如说赵大爷对我讲话了 他对我说滚 这个农民的这个东西好奇怪的 从那个鲁迅那个时代到现在为止 居然这个类型啊 只不过是人不一样 会那样的相似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们的管理部门 对乡镇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人士群体啊 必须高度重视 不能甩手不管 你甩手不管 是让他自身自灭 这人反正有心造病 咋也会怎么样的 但你没想到这样的人 他在某些时候这种阴暗的心理大爆发 杀你一次 杀你两次 杀你三次 非把你给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不安 是显而易见的 对 刚才我们一再说 他不是一般的杀 他是杀你两次 杀你三次 固然对方欺负了我 但是没到 非得用这种办法 把对方弄死了 就是罪不当猪嘛 对 就不至于嘛 就说你走了 你不是经常打猪 我走了 儿时的一个朋友 你天天见面 你下得了这个手 这个心里不是一般的人有的 对 所以是说心里攒了很多很多的恨 那么 对 他先天条件不好 他从小 据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看着是挺弱的 如果跟人吵架 人家骂他 他就不吭声 就走了 也不还嘴 从小的时候也是 如果为点小事 小朋友打架 比如说那个小朋友 身强力壮的 要打他 他就哭着就跑了 他不会跟那人争吧 但是你以为跑了就完了吗 他回头会再找几个亲戚来 趁着对方不注意 把对方给干了 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 他不能用勇气来赢得自我的尊严之后 他就老用阴损来解决问题 而且实际上他也不是跟年不出流的人 你就听听他跟他那些朋友编的那些个谎话 他得说多少话 他才能编出来那么多东西呢 他不年不出流 他其实心里他有他自己那股的傲劲 那我想问的是 假如我们的孩子 他确实先天调 比如他身体不好 或者我们的孩子各自就是小 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善言 自嘴笨 他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他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在人群中不占便宜的那个孩子 他就是有可能特别自卑的那个孩子 我们做家长的 怎么培养这样的一个条件不好的孩子 让他能够也有勇气有尊严 而不是像这种一边胆小怕事 一边殷损 您说的这个 其实是非常非常挑战人的内心的 比如就像他这样先天的有病的孩子 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父母 他们会觉得特别亏欠孩子 于是就会过度的保护 而被过度的保护的孩子 要么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能力特别差 要么他就是会生出来一些比较奇怪的心理 所以其实这个挑战的是谁 挑战的不是孩子 挑战的真的是父母 就是要父母心里面有一个很正的主意 我要对待这个孩子 尽量让他觉得他很靠近普通的人群 而不要让他觉得自己 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 他一定要会 就是会用其他的邪门歪道 或者乱七八糟的想法来弥补 我就是会用其他人的想法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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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会用其他人的想法来弥补